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来看美国商界一个引人瞩目的诟病 我们应该都听过 美国老牌的电影制作公司米高梅 它去年一直传着要出售 现在尘埃落定 它的买主是电商龙头亚马逊 周三宣布将花美金84.5亿 就是相当新台币超过2300亿 买下米高梅电影公司 目的是要恭敬串流影音市场 这是亚马逊史上第二大收购站 而在同一天 亚马逊的执行长贝佐斯 在股东大会上宣布 7月5号就是亚马逊 创立20周年这一天 他就要辞退CEO的大位 同样震撼了商界 风明半个多世纪的007庞德 正式换新东家 即将有电商龙头亚马逊接手 以招牌施吼 自1924年行走至今的米高梅电影公司 26号亚马逊宣布 以84.5亿美元和台币超过2300亿的价格出手买下 而这也是亚马逊史上第二大收购案 最大一笔是在2017年 当时以将近140亿美元的天价 买下了专卖有机食品的全时超市 米高梅最为人所知的经典角色 除了庞德瓦还有洛基 机器赚紧等人物 卡通玩皮豹 以及一个叫做APEX的有线频道 都将归到亚马逊自家的 Prime Video影音平台里 不过这一出手除了将让串流市场重新洗牌 也加速好莱坞电影产业的转型 特别是一个多星期前 美国电信龙头AT&T 猜把旗下拥有HBO Max CNN等频道的华纳媒体分拆出去 并和Discovery合体 成立一间全新的娱乐公司 尽管规模仍不及Netflix和迪士尼 甚至是最新对手的亚马逊 但已经足以搅动这个正夯的 兵家必争之地 从Netflix、Disney Plus、HBO Max和Apple TV Plus 无不砸下大把银子 并积极扩展国际市场 而专家认为 真正的赢家将能做到 无论消费者什么时候想看 以及想要看什么 马上就能实现 而就在亚马逊宣布收购案的当天 创办人兼执行长的贝佐斯 决定将在亚马逊创立 27周年之日退下大位 并指明由旗下云端服务公司的 负责人贾希接任 而退位之前不止抢工串流市场 已经拥有线上药局的亚马逊 最新函传出 打算在美国亚马逊旗下的 全时超市里开设实体药局 今晚消息尚未证实 可能要一年后才会实行 但已经下趴沃尔格林 CBS等连锁药局的股价 继续向全球展现 无畏疫情和管理异动的 发展潜力 TB的新闻终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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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